蜂蜜如果采集了蜜鹿的话 蜂蜜的品质就会受到影响 2017年安德伍德曾在蜜鹿中提取到杀虫剂 虽然蜂蜜样品里没有杀虫剂 但却还有一种特殊的物质 臭春铜 这是臭春释放出来的一种苦味的化学物质 而且会抑制周围植物的生长 并且驱赶前来采集的动物专家猜测 臭春铜应该就是蜂蜜里 还有强力坚勋味的来源 而且美国农业部的蜂蜜感官专家 卡拉 马列纳 马切斯书 如果这些煎熏蜂蜜是从昆虫的蜜鹿中提取的 那从技术上而言 它不能算作是蜂蜜 应该算是蜜鹿 而且用蜜鹿做的蜂蜜 与天然植物花蜜所做成的蜂蜜区别 是很明显的 除了味道不同之外 蜂蜜的质感还会更轻 虽然这种蜂蜜得到了一部分人的喜爱 但斑依蜂蜡带来的虫害却不可不出 不过书博却认为 斑依蜜蜜也许有可能给养蜂蜜 带来积极的效果 因为蜜蜂所采集到的蜜鹿中的 硅分含量足够低 是寒冷天气中极好的食物来源 也能让蜂蜜更健康强壮的抵御满虫寄生